戴上帽子口罩还有招牌黑狂眼镜 一人黄子焦因身陷性侵 以云无耀上午遭北减二度约谈 看见大批媒体黄子焦还突然紧张起来 不由自主抓起律师的手朵在对方身后 而面对记者提问是否要道歉 则是完全不乏抑郁 严慎若莫宁是前方被人群推着前进 最后在罚警协助下才终于顺利 坐车离开回国整体事件 今年四月网路上一名自称企业家 二代的K小姐指控黄子焦 2006年以试镜名义诱骗 年仅17岁的她到内湖住处 要求穿上泳装还打言不惨 要她为艺术牺牲 进而性侵得逞 目前全案由妇幼队抱请北检指挥侦办 原定2号下午黄子焦就要以被告身份 传唤出庭 不过却临时以身体不适为由 请律师口头向检察官请假 黄子焦正义可不止这一桩 去年就有多名女性指控她性情 性骚虽然取得和解 但解放也在侦办过程中查出 她的硬碟里竟然有多达 七步的未成年性影像 一级是色情论坛创意私房的高级会员 将她依违反儿少姓郭炫罚起诉 如今案件15号也将开庭申理 现在又报K小姐性情事件 管死一婆未平一婆有气 继续黄花姐张姐